关关的,我们这个证照考试部分 就到TQC Plus 这个官网,网址直接打TQC Plus就可以 然后里面的话认证内容的认证科目 认证科目里面的话你可以发现 目前有关那个Python的证照考试 目前总共有几张呢 可以看到 大概你往下到一半的地方,这边就有一个 这个是新的 有一个人工智慧AI的机器学习 Python,有没有,这是最新的 这一张的话,那另外还有一张是 考那个网路爬虫的 有没有,网页资料结取分析 然后爬虫之外的话 还要把它这个做图像化 就画成那个图啊,有没有 做成图表,把它快速输出 OK,那我们这一张的话是在哪 在这,底下,这边有个基础,有没有 就这一张,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那另外的话呢,如果这个是一到五 我讲过一到五类 另外有一张是程式设计,少一个基础 有没有,少两个字 那这个就一到九类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比较延伸性的 目前的话,这个TPPLUS 总共的话它有 一二三四张,四张证照 那实际上当然呢,你如果不考基础 直接跳进阶 那一到九类就OK了 比较一次可以 那里面的话,至于考试的方式 你可以点选 这边的话就可以跟你讲说 它是,测试的时间是六十分钟 那就考数科 数科是我们现在练习的这个科目 数科就是上级考试 然后没有学科,没有选择题 就是直接是给你题目 然后叫你把那个 他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考试的费用是一千五百块 OK 其实当然就是一个认证的费用 那当然你就贵便宜 那我是觉得 如果有需要 我是觉得当然 也是 不算起来 我是自己本身是觉得可以接受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这边有题目总分一百分 然后它这边讲说一到五类 五大类 每一类的话二十分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其中做四题的话 一题不会做 其实也是会通过 因为它只要七十分就合格了 OK 它底下有个相关的说明 另外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 现在还有一些范例 然后一些 这是官方的那个教材 所以你们现在用的应该就是官方教材 OK 就这一本嘛 底下这边有 另外的话还有考试的题词 所以如果你将来 假如说呢 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想要去参加考试 底下就有考场了 你就点进去 OK 然后可能要先在上面登录一些资料吧 OK 然后你就把费用付一付 然后时间到你去那边考试 考完之后 如果通过七十分的话 它就会 不是寄给你 它是要你去原厂地去拿证照 OK 然后你就把证照取得 你就有证照 就这样而已 OK 我不晓得其他考场有没有帮你邮寄这个服务了 我印象中是没有 所以可能就是说呢 你们 那目前那北区 在三重 延城 延城 跟巨像 新庄 都有考试 中区的话就在 北区大概有两个地方 有两个 这个时间 那其他当然你如果延伸 你想要再了解其他的 像 刚刚是基础 你如果要点那个 城市语言的话 这边就 点一到九类 费用一样是一千五 然后测验时间 刚刚是五题六十分钟 现在是九题一百分钟 那这个地方呢 当然你就是 这九题的话呢 它里面 每一题都十分 只有一题 二十分 就是第四类的 所以第四类的那个 分数是最高 二十分 不过你会发现 第四类没有比较 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 复杂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其实 如果以那个CP值来看的话 可以先做第四题 然后 就先等到二十分了 然后再慢慢累积十分十分 拿到七十分了 然后你就可以举手 你说我已经通过 我不要再做了 可不可以啊 OK 你就等于是 有三题不会做没关系 OK 也可以拿到证照 所以你可以先挑 第四类先做 然后四三二一 然后再五 六 有没有 然后七大概就OK 七八九 七八九不错 好像也可以拿到 有没有 七八九其实是最难的 那这样也可以 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 当然 尽可能的 如果你是针对 想要拿证照 这一回事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如果你想要全面了解的话 我是建议 你们可以 再多花一点时间吧 然后呢 当然学习是这样啦 最好是有一个方向 然后有个目标啦 不然我怕说很多人 当然很快就放弃啦 所以说 你如果没有 没有特别有一个 有一点点压力啦 或者有一点点 怎么讲 你就会感觉慢慢就会想要 想要放着了 所以我想 像如果有在上课 你可能会来算 那如果 这个课程结束 我不知道 应该很多 很多人就 想说 没上课算 算了 OK 反正 当然 可是如果你 真的很想要 怎么讲 有这个专业技能的话 我是建议你干脆 如果你没有 别的应用 而且如果你工作上 也没有用到的话 我倒蛮推荐 你可以 去 把这个考试当目标 我觉得也不算太困难 OK 另外的话 你就多一个 你的那个 你的资格上面 你的履历上面 多一个可以提出来 一个亮点吧 甚至 如果 你将来可以的话 甚至这个考完之后 还可以再考 网路爬虫的 网页资料截取的 这个难度就更高 但是 基本上还是要把 这边学完之后 再跳那边 然后这个OK之后的话 可以再跳这个 继续学习 OK 但如果你现在 这个如果 也可以拿得到的话 哇 那你应该 不敢说你一定是专家 但至少 也 有一点点 基本能力了吧 基本的sense了 所以将来如果公司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 都想要发展 这方面的 这个领域 因为很多人 对这方面 其实也是不 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这个机器学习 如何跟各个企业 各个领域 做结合 大家也想知道 所以其实很多公司会新增一个部门 就专门针对这部分 那会有需要 就是会有新的职缺 新的职缺需要什么条件呢 当然你至少要有一定可以拿出来讲的东西吧 对啊 所以或许如果 假如说你对 这方面新的产业有兴趣的话 有不妨你可以多 往这方面多投入 因为有时候机会就你的 OK 所以说很多东西其实大部分人如果不学习 其实大部分都是不会啦 不然谁会啊 学校老师如果不学习 也是不会啊 我没有学习 我也是不会啊 但为什么我会 我花时间去读啊 有时候读书 反而 花很多力气去读很多的书 OK 才会的 但我不敢说我现在都会了 但至少我觉得 也许我必须要 花很多力气 才能知道一点点 还有时候还要上课 还要花更多力气 还要去准备 你不要看那个证照 我那么 看起来很熟啊 没办法 我自己光准备考试 我就花了 我把每一题 反复做很多很多遍啊 OK 他有办法这么熟悉啊 OK 这些东西的话呢 当然也是一种训练啊 OK 所以啊 请各位如果想要多了解的话 可以到那个 他的官网上面去了解啊 那其他当然啊 以前还有什么Java啦 还有Enjoy C-Shark 这些啊 Video-Basic 这些其实以前我也都教过 OK哦 只是说慢慢的哦 你会发现那个 这相关的技能 变化太大了 一个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啦 这变成我们一定要有习惯性的学习 如果新东西不会的话 我们大概快 很快就 就会面临到失业问题 对哦 像我们也很容易被淘汰啊 你看新的那个 对不对 很多的这个优秀的那个 其他这个讲师也慢慢起来 对不对 OK哦 好 那再来的话 请各位先 大家了解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 看一下这个 实境位的这个转换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五分钟 因为刚刚我delay了一项 然后我们可能就慢慢补一下时间